大家好 我是丁超 现在的指数是等于是说在一个高档震荡 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就开红盘当天 你看红盘 二月苏花不是说开红盘吗 第一个交易日称为开红盘 这名词 开红盘 大涨大跌都是开红盘 你不要误会说开红盘一定会涨 没有规定说 就是说开红盘就是交易的第一天 开红盘 你看开红盘低点在这里 这几天都没有跌破低点 有没有看到 有稍微有突破一点高 但是量就降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这边找方向 找方向 等机会找方向 等什么 在等美国的利率会议的盘后的 利率会议的讲话 利率会议之后不是还会再经过两个礼拜 巴尔会再讲一次话 对不对 就是第一个等这个 看他怎么讲 市场很关心 我们讲话没人听 他讲话你要听 他讲话跟股票很绝对关系 就今天他要讲话 第二件大事情 第二件就等什么 所有现在目前所有股票的财报 美国的超级财报 以前最重要都是在等苹果电脑 现在没人在讨厌 现在没有人在关心苹果股票价格涨跌 很少人在谈嘛 对不对 没有人在谈这个苹果供应链 都在谈这个灰达供应链 灰达 AI相关供应链 所以压走好戏 大的公司都公布了 像什么Meta 微软 这个亚马逊 或者是什么Intel 台积电也早就已经 法人说明会已经早就公布了 就是辉达几乎是压走了 比较重要的 我是说比较重要 就是在台北时间明天凌晨 那你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明天的开盘前 大家都会知道了 明天开盘前 大家都会知道说辉达这档股票 到底是暴涨还暴跌 不是收盘是盘后 收盘不重要 明天美国股市挥打的收盘多少钱 不重要 我可以跟你讲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盘后 那个goldbacks那个价格 盘后到底是暴涨还暴跌 或者是不涨不跌 或者是小涨小跌 不一定 在等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模拟 如果回答重挫 不要说崩盘重挫 重挫10% 20% 没有人规定一定会涨啊 你不要以为说一定会每一个都会像美超围一样 就用喷的 没有 美超围啊 美超围跟超围不一样啊 有一家公司叫美超围啊 对不对 那老板也是台湾人啊 嘉义人啊 对不对 那美超围是现在的 美超围就是其中也是一档做server的吧 标准的嘛 是不是 那问题是 灰达是做晶片的嘛 最厉害的嘛 现在目前来讲他已经跑到 市值都已经跑过去亚马逊了 对不对 那仅次于这个微卵跟苹果 我谈过了嘛 跑到第三名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灰达 灰达这家公司 昨天是有跌嘛 从历史高点746块嘛 美金啊 跌到最低 就是 跌了大概最低次回到677块左右啦 大概你把它 我用概念就是大概回檔10%左右啦 回檔10% 就是灰达这家公司回檔10% 到昨天为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些AI相关公司回檔多少 这个也大概10%左右啦 4450到3955 差不多也是 就上下啦 大概分好几天跌啦 那回答一天就 打了10%左右 不到10%大概10%啦 这些 这个就不止了啦 这个就跌了蛮多的啦 从这边算也蛮多的啦 这边算更多啦 这个就不止啦 那这档今天我在TG有讲嘛 18%啦 18.2%啦 18.2%啦 我这边有讲 就是用四天的时间啊 加速 加速下跌啦 18.2%啦 跌了83块半 对吧 我们相对比较 就是相关光音链嘛 对不对 那光达 这个跌了大概 多少钱 不到40块嘛 大概38块嘛 37块半啦 那大概10%啦 超过一点啦 不到20%啦 大概10%多一点点啦 有稍微多一些啦 广达啦 这个比较出名的 这个跌18块嘛 也超过10%嘛 对不对 G加嘛 也有跌嘛 都有啊 这支落得少嘛 那也是我落得 这支 这支 这支就最不容易落下 落下了 落下了 对吧 那也是 有 最低也是跌了32块 这67块 67耶 也是超过10%嘛 对不对 这个都有啊 都有 这支 这支没差为相关供应链的 这支都没落下了 逆市长 逆市 这支最标准的 最标悍的 最标悍的 这档股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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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也是灰打相关供应链 这支标准的 最主要是 梁建厚 梁建厚不是 梁建厚的兄弟 他们转投资的 单子都丢给他 大家预期丢给立台 梁建厚的 梁建厚就是会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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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假设回答 今天收盘 加上盘后加起来 跌10% 假设 我认为 对于明天台北股市的影响不大 这些刚才所练过的股票影响不大 大概稍微一个低而已 因为大家都先 乖乖的先下来 自己先跌了 因为大家看到 会大家公布财大 大家会均定 你不均定 我也知道 因为你买一张就不均定 但是人家都买一万张的 人家会紧张 多少他卖个五千张 卖个三千张 就会有卖压出来 你买一张而已 你也没差 所以我们讲的是整个市场 不是讲你个人 所以为什么会有卖压 因为 如果你买了一万张 或是五千张股票 你赚了很多的钱 赚了三成五成 那你要不要 你碰到了一个瓶颈 或是碰到一个震盪 你要不要剪麻 我为什么一直叫你剪麻 我之前不是一直叫你剪麻吗 有没有讲 你都没在听嘛 那不听的人就很简单 因为你是买一张 你怎么剪麻 我说你买一张我怎么剪麻 剪一张也可以 卖个五百股也是剪麻 你自己没来 因为正关于过大高档震盪 一定会有震盪 那你 那我卖了以后要涨怎么办 卖了以后再涨就涨啊 怎样不行是不是 就让它涨啊 你不是还有一半吗 你怕什么 就算卖了也没有关系 涨就涨啊 你不会买不动 就是一直坚持不卖 就变爆上爆下 爆上爆下 我讲的是这个最简单的意思 就好了嘛 爆上爆下嘛 你明天就讲基本面很好啊 这边的基本面 跟这边的基本面 不是都一样 基本面四天而已 时间不是都一模一样的基本面 他说要做什么 你看四星就好了 四星基本面是这天 这天的基本面跟这些 基本面跟这些基本面 基本面不是都同样 你看 基本面它会一天改变吗 它是一段时间慢慢在改变的 对吧 那我说假设回答今天 收盘或是盘后重挫 假设 它基本面会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啊 怎么会改变 它只是市场的情绪反应 那你说老师 那公布出来的营收 公布现在目前都预估出来 获利预估出来 那怎样 你看 符合疫情就会涨吗 或是超过疫情就会涨吗 没有规定 你不要以为营收 他们估217亿营收美金 就大概超过6000亿台币 生意只有这么大 跟台积电一样大 台积电大概营收到2000亿台 未营收 即营收大概6000亿 回答你看做这么大 生意做这么大 你不要以为超越疫情 回答就会涨了 没问题 没有人规定 那完全要看市场的反应 这所谓的 就是利多也不一定会涨 叫利多出境 那如果是低于分析师 普遍性分析师的预期 叫低于预期 假设它获利没有5块多 少一些 美股的获利没有那么多 营收也没有这么多 未来的预期也没成长幅度 加速度也没那么快 那也可能是利空出境 那也可能利空铸跌 所以没有答案 在我的观念里面超多股票 是绝对不会有正确答案的 不会有规则 完全要看市场的反应 对不对 你同不同意 所以我在上半截先跟各位讲 就是说 假设非打盘后重挫 假设啦 我现在是假设 那大涨就没有问题了 大涨干嘛解释 大涨就大涨 那大涨台北股市 这些AI相关工业 直接喷出了 就不用讲 我是说假设如果重挫大跌 对不对 影响大不大 我现在是假设嘛 如果大跌10%左右 就是盘后盘收盘加上盘后盘 两个加起来 要两个加起来 因为搞不好盘后先跌5% 然后收盘先跌5% 然后盘后再跌5% 这就10% 我的意思是这样 加起来 如果跌10%左右 影响不大 真正会影响会跌20%以上 那我们来猜看看 会答会不会重挫20% 你认为会不会重挫20% 就好了 如果会 如果是事实上重挫20% 那明天的AI相关工业 会很麻烦 对不对 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是一定要先跟我解释清楚 那我等一下会讲说 为什么我们买回这一档股票 因为它跌下来我才会出手 我这边都不会去买 我这里都不会去买资源 我嫌它的价格 对不对 跑太快 而不是说它的EPS的问题 你说老师它资源不是财独占6块3毛9吗 我问你 它前三季5块1毛1 去年9块8毛8 我早就已经跟你讲这一档股票叫大衰退的公司 我讲过几百遍给你听了 我有没有一直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是大衰退的公司 但是股票价格会涨 我有没有一直讲 那你前三季5.11 第四季9.26 9.32 9.64 你这种营收都每个月都没有超过10块钱 10亿 都没有超过10亿 那你请问一下第三季 第四季第三季 这种营收 它能够贡献它第四季多少钱 你随便猜也知道 它一定是大衰退 这个叫符合预期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结果线了 全球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全球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绝对正牌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绝不夸大绩效华仲取宠 第三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是您唯一选择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这边下 所以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昨天不是公布台霸 那很多人就很紧张 我说这个是 那是因为你不懂事才会紧张 跟你不了解 不用工你才会紧张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你对他有所期待吗 这个公布出来的联报跟季报 他是看10月11月12月 这早就公布了不是吗 这种成绩单 那你说他的毛利会增加多少 这不可能增加多少 这毛利从51%上来调整库存 对不对 从47% 46% 你看这个毛利 你请问下第四季的毛利会增加多少 不可能到50% 增加一点点 对不对 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赚一块多叫正常 你希望他能赚多少 2块1毛1 2块1块6毛6 1块4毛2 你这如来如2落6嘛 你怎么可能会认为第四季他会大赚钱 所以我早跟你讲说 资源一定是大衰退公司 早就讲过了 不是就符合预期吗 那请问下 我都知道啊 那法人机构会不知道吗 他们都知道啊 每一个都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公布出来 老师那些资源是这个事 是不是利空 他不是利空啊 他就符合预期怎么是利空呢 5.1元啊 他就6块多啊 这本来就是没什么本事啊 这有什么奇怪 但是老师股票为什么跌呢 没有跌啊 股票哪有跌 389.5就要跌啊 我是看这个的 你看盘中的早上还有人 还有跑到400块来 还跑到400块 这个有跌啊 这个有跌啊 没有跌啊 我是看这里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跌 后来谁没有跌 只有自己人跌是吧 后来谁没有跌啊 哪一档没有跌啊 这是大盘的因素把他扯下来的啊 这里是大盘因素 这个才是真的啊 开盘这里啊 这个才是市场的情绪啊 如果是利框的话 直接开这里了啦 还会开这里啊 这我抓到的啊 我本来就要买了 我想说 我也是希望能够买便宜一点啊 所以我早上就定价啊 就先定好了 376.5上下 完全被我算到 我本来昨天就已经跟我会员讲 到390就进入买点 到季限 可是今天可以更低的话 我们算是赚到了 我们不用花到390块的价钱 就跟他买了 390块附近就进入买点 那我们买到376.5 所以你现在376.5收盘这样 你也没有赚啊 对啊 我没有赚啊 那为什么你要讲 因为我是定超啊 我跟别人不一样啊 别人都是追涨停板 来讲涨停板啊 然后在那边诈骗啊 每天都涨停板啊 每天都涨停板啊 跌了跌停板就不讲啊 涨停板啊 跌停板就不讲 就讲涨停板 跌了就不讲啊 锅票都穿多了啊 手头的锅票 持五十档一百档 每天都换来换去啊 你这种价格的贪金 我才不行 我做锅票就是 锁好自己一母田啊 顾好我们前三分地 我更做也做这个锅票 我去的时候我就拿回完买啊 留的时候我就拿回完买啊 我就这样做啊 我也不会换来换去啊 这锅票 你这个中间过程里面 你都没有卖 我是买305.5 后来就没有再买 我只有卖而已 我就要风高卖 而且我都有讲 我都一直跟你讲 不管是过年前过年后 我都一直讲 你要减码 要减码 要退出钱 要退出现金 你才有钱 好我们先买资源 请问一下 我的会员 你有没有钱 我现在先问我的会员 你有没有钱 你有钱吗 你有钱吗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钱 我有叫你买股票 我有叫你减码 不是资源 你这支而已 几乎我们所有股票 全部都是这样做 你跟我说你没钱 如果我说会员你回答 我说你没有钱 表示你没有遵照手机简讯操作 你自己乱买买的 你没有卖 我叫你卖股票 你不卖 我是高档叫你卖股票 不是低档叫你卖股票 那今天 我说通知买资源 如果我的会员朋友们 你跟我讲你没有钱 那是你的操作 没有照规定来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们今天叫买回资源 是从305块那一次买进以后 到第二次买进 这边从来都没有买过一次 所以我们有套牢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套牢的问题 有说明天知道 人家会先帮忙 我没有了解 对啊 是啊 你会替我愿好嘛 对啊 我老师买376.5 明天如果跌停板重挫 你怎么办 我就了解了 对啊 是啊 那怎么停呢 你怎么知道跌停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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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会去买450块的资源 对吧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先公开 是因为我对于会员的负责 就算我今天不跟你讲答案 不跟观众讲 我的会员也都知道是我 我今天这样做 那我愿意分享给大家 这是分析师的一个责任啊 我不会像别人啊 每天都要表演掌停板 买掌停讲掌停大赚 不然不贪半仙钱说大赚 买掌停是要大赚 合起来不一定买得到 你说什么 那叫诈骗集团 你知道吗 那我买376.5 老师 这不贪多少大岁 当然也要大岁 因为我不是买450啊 我不是买这里面的套牢 我没有买这里套牢 我当然要大岁 我成本少人家18了 如果说今天 但老师要安心 你这资源你的开法 是不是会再过高点 当然是啊 是不是很快时间过高点 不会 你这个急速下跌 这边有套牢一个反压 你这个成本就跌了四天到五天 你至少要用两倍到三倍的时间 时间才能够突破 才能够翻越高点 但是你可以赚到 可以预期赚到这样的幅度 从这里又到高点又是20% 你要不要跟我操作 我就是这样操作 这个叫价差操作 其他股票差不多都是这样 差不多啦 你也不用翻好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不用怕落 你有钱也怕得落 最好是跌停板 我给你讲的 最好是跌停板 全部都是跌停板 我最爱的 为什么 因为跌停板 我们不知道去买了 跌越多我们可以买的价格 越便宜 买越多张 我们卖掉100张可以买 120张回来 卖掉100张可以买 150张回来 这不叫价差操作 这样跟我的意思 所以明天的就是很重要 因为明天公布这个财报 对台北股市一定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都已经跟你讲了 你不会操作跟着某 尤其是你有资源 你不是找我要拿什么 你买四百五十块 你怎么这么厉害 水到这么好 我买三百七十六块盘 床度差很多 开玩笑 叫到好友Telegram 193008超级大赢家 所以就是这样操作 任何一档AI相关供应链 就是价差操作 操作股票不要长期投资 不要报上报下 不要在那边每天都讲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说的不太大 真正的操作是用技术面的买卖 技术面才是王道 你技术面买卖才有钱赚 你基本面说的不通什么 了解我意思吗 那有人的问题打电话到公司来行问 要跟着我操作 我们用的是手机简讯通知买卖 我现在是盘后解盘 那我买三七六点五 你现在知道啊 那问题已经缩盘了 所以你要跟着我手机简讯 手机简讯买卖 跟着我们操作打电话到公司来行问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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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